台南有民众到小火锅店吃晚餐 点了两份雪花牛 上桌的肉盘却让它有点傻眼 好几片肉都是长得像这样 几乎全部都是肥油 瘦肉就像是点缀一点点 直呼店家好像只上了雪花忘了上牛肉 那么网友看了这个照片也说 这应该是点到牛油或者是培根吧 怎么会这样呢 不过店家就澄清 他们用的是原肉 肥瘦分布本来就不太一样 客人如果当场反应一定会更快 小火锅顺肉片客人大快朵鱼 但有民众肉盘上桌长这样 盘中肉片肥滋滋 瘦肉几乎上点缀 雪花是这样的话会考虑下次的选择 看来是不是还好 没有这种状况 餐点主人点的是雪花牛 说其实上层肉品还算正常 肥瘦各半 但下层却是如此模样 形容店家好像只上了雪花忘了上牛 网友惊呼根本点到牛油 搞笑建议要点牛雪花 牛才会比较多 原肉就是这个样的 比较多就叫雪花 店家受益心评论却也澄清 用的是原肉 一块肉肥瘦分布本来就不太一样 不是说整块肉都是这样 比较多有比较少 瘦肉丁什么的 那不是玩得不好吗 平均的肉就有问题了 包含部位不同 肥瘦也不同 至于其他火锅店也有自己的挑选标准 7比3或是6比4 瘦肉会比较多 它的处理的方式不对 肥肉的位置比较偏上是脂肪那里 肥瘦各有喜好者不爱太肥 吃进满口油 难免坏了用餐心情 遭投诉店家说 切盘时店员会注意 客人当场反应 一定更换并且向厂商反应 记者黄夫琪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赁